台北教育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系的学子 以噪点为主题 用心筹办毕业展 各组主题多元丰富 有学子注意到茶叶渣垃圾对环境造成的负担问题 希望推广茶叶渣再利用的可能性 茶鱼实验室取之于茶善用其余 我们是茶鱼T-Lab 茶鱼取之于茶善用其余 我们是一个致力于茶叶渣循环再利用的团队 那当初会想要就是做茶叶渣再利用 是因为我们组员都是一群爱喝手摇饮的人 然后我们就观察到手摇饮店每天结束之后 都会提出非常大量的茶叶渣 然后经过我们的研究就发现说 一天一间手摇饮店就要产生将近50公斤的茶叶渣 一年的轻运费用就高达3亿元 因为茶叶渣的含水量很高 它高达80到90% 所以说才会有这么高的轻运成本 那所以说我们就希望说 可以藉由我们的介入 来减少茶叶渣在轻运中造成的压力 所以说我们就是一个在实验说 寻找茶叶渣最适合的再利用方式的团队 那我们是一个比较偏向实验性质的团队 所以我们就有做过许多研发 像是这个是茶叶纸 就是我们在研究初期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把茶叶渣跟纸张先进行融合 然后我们就观察到说 就是那个茶的颜色就会浮出来 然后让纸张造成就是它的颜色会不均 然后茶叶的颗粒也会不容易输血这样子 那经过我们的改良就是我们发现要先经过清洗研磨 然后再添加到我们的产品当中 就可以变成像最后这一张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发展的历程这样子 对那当初会想要做这个是像 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取代像手摇影店的杯套啊 就是隔热杯套就是想说 可以从手摇影店回收这样的茶叶 然后再回归到手摇影店 就是达到一个循环的目的 对那我们还有做其他很多不同的茶叶实验 对那都是为了说可以寻找最适合茶叶再利用的方式 这是我们做的茶叶肥皂 它其实是有历程的就是 这个初期是我们直接添加茶水 然后想说是不是就可以有茶的香气 但发现就是因为它是油类 所以说我们改良后就是直接添加茶籽油 就是等于是我们延伸到整个茶树部位的再利用 我们都我们使用茶籽油加入之后 还添加了那个茶渣进去 就是可以增加清洁的效果 对那我们这是我们一部分的实验的过程 我们还有做像是整个全部都是茶渣的产品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提升茶渣的使用量 所以我们有做就是全部都使用茶渣做的产品 像是这个原本是计划做成茶渣杯垫 隔热垫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使用茶渣加入酱 然后再晒干之后就变成一个像这样的杯垫 但是就是有发现到说可能它在晒干的过程中 就是没有那么顺利它会产生一些皱褶啊浮起这样子 但这就是一个因为我们是我们建立一个茶渔实验室 就是过程就是在发掘茶渣到底可以如何去做运用这样子 我们尝试与不同性质的团队进行合作 共同举办工作坊和市集摆摊活动 让茶渣垃圾过量的议题以及茶渣再利用的可能性 能够被更多人知道促使人们以行动回应永续利用的目标 因为我们是比较早就有在开始想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题目 然后我们大概是从山上就开始想说我们要做这个主题 然后就有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这样 然后前一年我们比较多是着重在做实作实验的部分 然后后面的阶段我们就是想要做着重在议题推广这部分 所以我们就去参加市集然后举办工作坊 然后就带大家一起来认识我们想要关注的这个议题这样子 对所以总共就是大概花了一年半到快要两年的时间来做这个题目这样 还有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推广像这样的茶渣议题给大众 所以说我们也有去参与市集或者是跟百年茶市紫藤炉进行合作 我们跟紫藤炉合作的湖城花气礼盒 那湖城的话它是泡茶的时候垫在那个茶壶底下用的那块隔热垫 对那我们就是用石膏混合茶叶渣然后做了像这样子的一个礼盒 还有就是泡茶的时候可能会摆一些花气 所以我们就使用了像免烧桃混合茶叶渣做出像这样子的一个套子给大家带回去这样子 对还有可能参加像是亲子儿童市集就是给很小的小朋友 但我们就是用教育桌游的方式让小朋友了解 可能茶叶渣以后该怎么丢弃会比较好 对因为其实茶叶垃圾锅粮这议题是比较少人会去关注到的 对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到其他的浪费或是再利用 但是茶叶这部分比较少人会关注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如果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议题的话 可能会对茶叶再利用的推广会有更大的帮助 台北教育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系毕业展主题触角多元 深具教育意涵 也让人看到学子们丰富多元的学习成果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